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夫人 她非常体贴我 所以的话每次都可以带很多 她在劳改 劳教吧 好多朋友都在跟她保持联络 比如王熙哲 因为现在好像只有她比较有名 还在国内 徐文利走的时候说你们再说一下 今天对我是做什么 他们说居传 原因没有写 只是写了一个居传证 就是让她签字 然后她走以后他们就抄家 徐文利出国吧 那个你们去看看女儿吧 我说那走了就回不 然后希望你丈夫也是可以出国 而且去了肯定回不来了 谢远金就因为申请被居15天 她太太居然是没有工作 而且还因为她住的是 开发区的那个原来的房子 所以这个单位呢 就要求他们在11月1号以前 离开这个家 在这之前呢 把她家的水电都停止供应 就家里没有电 她有一个小孩子才很小的 也就两岁吧 那么点一个小男孩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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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那个退休公司 那徐文利呢 她 她没有 她又没有在国外 在国内有人帮忙 这个时候 刚刚开过人权会议 刚刚签过约 中国政府这么做 我想向世人证明 他们是那个 欺世盗名吧 对不起 就抱一下 她抓了很多人 她会揭开太多人 对不起 时俗